这段录像是这名女记者生前最后的采访 也是她记者生涯中最离奇的报道 她的名字叫安吉拉 是西班牙的一名电视台记者 为了让普通民众更好地了解消防员 当晚她和摄像师来到了当地的消防队 进行拍摄和采访 消防员告诉她 晚上出警的概率很低 她这次恐怕也只能拍点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所以就安排她参观了一下装备室 餐厅这些地方 完事之后时间还早 她就和消防员们打起了篮球消遣起来 可就在这时警铃响了 队员们突然接到了一个出警任务 安吉拉和摄像师也兴奋地跟着队员们上了消防车 只是他们的行动速度 明显比消防员们慢了好几个节拍 这次派出去的一共有两名队员 目标是拆除一所公寓里的房门解救里面的人 到达目的地以后 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是一栋四层楼的普通公寓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两名警察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抵达了现场 和警察对接以后 他们了解到 这里的二楼住着一名独居的老太太 她平时几乎是门都不出 今晚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直在屋里大喊大叫 邻居们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才选择了报警 但是老太太家的房门紧锁 任凭警察怎么叫都没人出来开门 所以这才叫来了消防队帮忙破拆 不一会儿 房门就被拆了下来 于是两名消防员 两名警察 以及记者安吉拉 一起走进了屋内 只见一名穿着睡衣的老妇人 站在走廊尽头 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 老警察缓缓走上前去 对她进行问话和安抚 可一个不留神 老妇人突然把她扑倒 还在脖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刹那间 老警员血流不止 其他人见状 立马拉开了老妇人 并把受伤的警员抬到楼下 准备送往医院 可刚走到大门口 却发现公寓的大门被锁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时 只听到外面的喇叭里 传来简易部门的喊话 说这栋楼里发生了公共卫生事件 现在对整栋建筑进行强行封锁 被咬的人还在一直流着血 这时候封锁不是开玩笑吧 年轻的警员 赶紧用对讲机联系局里求助 可局里给出的答案 却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说要配合工作 等待事件调查结果 这种情景 个个吓得手足无措 然而 楼上负责看守老太婆的那名消防员 这个时候 竟然还从楼上摔了下来 这更加把大火给吓得不行 走进查看才知道 她脖子上也有被咬过的痕迹 年轻警察和光头消防员 立刻跑到了二楼老太婆的家里 再次查看情况 只见此时的老太太已经完全失控 张开双手就冲了上来 行急之下年轻的警员连开三枪 将其击倒在地 再回到楼下 被咬的警察和消防员已经是奄奄一息 这栋楼里的一层有一间制衣厂 为了安置伤员 他们便将二人抬了进去 这一边 安吉拉身为记者 职业的本能就是记录一切和事件有关的信息 为了更多的细节 安吉拉对楼内的居民做起了采访 不得不说爱美的人 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给自己装饰一番 这位大叔对着玻璃打扮了好久 才接受了安吉拉的采访 几分钟以后 警察把大家聚到了一起 并通知大家说 刚刚得到消息 封锁的原因 是因为楼里出现了紧急传染病 检疫局马上会派人进入大楼检查 请大家务必配合 接着他还逐一盘查了 这栋公寓楼里 从一楼到四楼每家每户的家庭情况 除了最顶层阁楼的租户 几年没见过人以外 其他住户很快就完成了全员登记 之后从外面走进来了一名全副武装的检疫员 这身装备怎么感觉像是在拍生化危机呢 大伙看着心里发毛 他一进来就命令安吉拉和摄像师 立刻停止录像 并把他们请到了旁边的小屋里 可是出于记者的本能 安吉拉又怎会乖乖地待着呢 只见他和摄像师偷偷爬上了窗子 拍摄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镜头中 防疫人员走到被咬的警察和消防员身边 给他们注射了一剂药品 接着还掏出了手铐给他们戴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被咬的两人好像丧尸便一时的突然坐了起来 紧接着和二楼的老太婆一样 开始疯狂攻击其他人 慌乱中警察等人从制衣场里跑了出来 并把被咬的人都锁在了里面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大伙都变得极度恐惧 在不停的逼问之下 检疫员终于取下了面罩 向大家讲述起了事件的起因 他讲得太慢了 我一句话概括他这十分钟的讲话内容吧 他们昨天在一只狗的身上 检测到了传染病毒 没错 这只狗就是这个小女孩的 看来这一切的病源 都是从一只狗身上传出来的呀 就当检疫员要求对母女 进行全面检查的时候 小女孩突然就开始发作 一口咬在了他妈妈的脸上 接着扯起嗓子就跑上了楼 大家现在已经清楚被咬过的人也会感染病毒 于是马上将女孩妈妈靠在了楼梯上 接着消防员和警察又追踪小女孩上了楼 只见那小女孩跑进了二楼 那最先被感染的老太婆家里 他们小心翼翼地往里走去 却惊奇地发现之前被击毙的老太婆尸体也都不见了 就在他们四处寻找的时候 小女孩和老太婆接连跑了出来 还咬伤了年轻的警察 为了防止感染后的自己也失去理智攻击人群 年轻的警察把自己和小女孩一同反锁进了一间屋子 搏斗中只有消防员逃了出去 返回一楼大厅 此刻这里也乱作了一团 之前制衣场里被感染的人也纷纷发作冲了出来 混乱中只有光头消防员 记者和摄像师幸免于难向楼上跑去 光头消防员亦高人胆大 制服了不少的感染者 可最终他还是寡不敌众 自己也被感染了 安吉拉和摄像师两个人一路跑到了楼顶以后 无路可逃的他们最终钻进了阁楼上 那个一直没人住的租户家里 这间屋子里到处摆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 墙上还贴满了骇人的新闻和照片 最后他们在一台录音机里听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蛛丝马迹 原来 狗也不是病毒的原生携带者 可录音机里谈到的这个麦迪罗斯 此时此刻又在哪呢 就在他们到处寻找逃生出口的时候 摄影机的灯被撞坏了 屋子里变得一片漆黑 还好专业摄影机有个夜视功能 打开他还能勉强看到周围的人影 就在摄像师把镜头一转 在房间的另一边 出现了第三个人 一阵惨叫声过后 摄影机记录下了这篇报道的最后一个镜头